航母在我国海军中属于什么级别? 055大区又为什么比吨位更大的075级别还高? 大家好,我是启鸣,本期话题海军舰艇级别 航母作为如今我国海军舰艇中吨位最大的一款装备 其级别一直引起外界的好奇 不过这也并不算是什么秘密 虽然我军并没有对外公开各个舰船的具体级别 但是从舰长公开的级别就可以知道航母的相应级别 我国目前现役的两艘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 其吨位分别在6万多吨和7万多吨 是我军其他大型海军舰船的数倍都不止 其舰上人员编制也分别为2500人和3000人以上 同样是普通驱护舰人员编制的数倍 而且航母绝对是一支海军舰队核心中的核心 所以其舰长都是正师级 军舰为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四星大校 相应的航母副舰长也就是副师级 同样是授予大校军舰 不过在表述是要强调为副师级大校 但令人奇怪的是 号称小航母的075两级攻击舰 其舰长却只是正团级上校 甚至没有055大区的级别高 因为055大区的舰长反而是副师级的大校 要知道我军所有的舰船中 除了航母就属075的吨位最大 毕竟其四万多吨的满载排水 也不是其他舰船轻易能比的 但是问题恰恰也就在这里 航母之所以能够获得我海军舰船中最高的正式级 并不是因为吨位大获得 而是因为在舰队中的重要性决定的 不可否认的是 055大区的重要性明显要高于075两级攻击舰 只是075的大块头和大吨位使其更具有迷惑性 四万多吨的075原来只是一个正团级舰船 那它凭什么就没有055大区级别高 055大区又有什么果然之处 表面上看 075小航母和真正的大航母是高低搭配 应该和航母的性质类似 即便级别低一点 也好歹要是一个副师级 而且在海军内部人才的竞争过程中 有过在075舰上认知经历的 也更适合进一步在航母上认知 目前已经升任山东舰航母副舰长的吕勇军 就是从075海南舰的舰长 升任为山东舰航母副舰长的 注意这里并非平调一个工作岗位 而是明确的升职 它原本的级别是正团级上校 在调任后 也就相应的提升至副师级大校 而其之前所认知的075两级攻击舰 别看都会是075大区的三倍有余 但实际舰上人员 除了装载的海军陆战队 两栖作战兵力以外 实际舰员还没有05大区人数多 而075两攻 即使在能装 能够搭载30多架直升机和几十辆装甲车 以及半个团的两栖兵力 也依然只是一个支援两栖作战 诸大投送能力的武器 其使用场景和作战能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过这种专门未来台海问题 和两岸统一装备的舰船 也算是定制化装备了 未来在其使命结束之后 估计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装 诸大空中力量的起飞使用 只知更接近于小航母的状态 不过我国正在建造的076两栖攻击舰 正是朝着这个路子走的 户须也用不着改进075了 因此以后改进行的075 或具备固定翼战机团射能力的076 才能真正凭借战力 获得相应更高的级别 至于055大区 则正是凭借着其作战定位 和实际战斗能力 而获得了负师级的级别 你知道吗 055大区被定位为负师级 那他为何只跟航母插班级呢 其实是因为能够独当一面 航母一般作为整个编队的核心 其级别更高一点部速围棋 甚至航母编队的司令 在我军来说就是编队总指挥 一般也都会在航母上进行指挥 但这并不意味着像055这样的主力舰船 不能够成为一支编队的核心 作为满载拍摄量1.3万吨的 我军一级主力舰船 其不仅能够成为航母编队的带刀侍卫 而且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甚至能够成为小编队中绝对的指挥旗舰 毕竟112个能够实现 构架发射的垂发单元 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 这些能够为该舰实现 对空反导对海反舰 以及对陆打击的全方位攻击防护能力 其配备的先进相控阵雷达和反潜设备 更是让其可以完成独当一面的战斗利器 之前055大区南昌舰 就是因为被编队派出 单独缠斗美国航母20多天 并最终取胜 而获得了相应的表彰 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因此其能够获得副师级的级别 是其战略战术能力的体现 当然为了055大区的战斗力 能够更好地发挥 在其上任职的舰长 也应当是更高一点的级别为好 这样无论从作战指挥能力 还是编队的联合作战指挥经验上 都是更强的 当然这和舰船本身的定位 以及性能也密切相关 如果把055拉过来 即使给其一个正式级的舰长 也做不到055大区的战斗力 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